前几天我听说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的一位同学中午去取钱 到银行一看 一共四台取款机 三台前面都没人 只有一台前面排着七八个人 他觉得有点奇怪 但还是走到一台没人的取款机前 放进银行卡 顺利地取了四百块钱 他取钱时 旁边排队的人都只在那看着他 等到他取完钱要走了 排在后边的几个人 才睁着过来用那台取款机 我同学回来后问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了想说 可能刚开始那三台取款机是坏了 只有一台取款机能用 取钱的人就要排队 后来那三台又自动好了 但新来的人看着别人都在排队 不知道旁边的取款机也能用 也就去排队了 而你是第一个去尝试的人 1. 根据短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 1. 故事发生的银行 一共有几台取款机 2. 我的同学取钱排队了吗 3. 我的同学取完钱后 排队的人是怎么做的 3. 故事发生的银行